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款 即將在台服正式上線的手機遊戲 排球少年Fly High 那我想應該有非常多觀眾有看過排球少年的動漫 而我自己也真的很喜歡這個IP 所以就想說提前來日服了解一下各種系統 等台服登場之後 各位就比較知道該如何遊玩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了解排球少年Fly High吧 首先戰鬥方面應該是大家最期待的部分 這邊先讓我說明一下系統與規則 我們需要選擇7名先發球員 構成必須是1名舉球員 2名主攻守 2名中堅守 1名副攻守 1名自由球員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出 例如引三家研磨這種雙舉球員隊伍 去替補的部分 我們可以選擇6名球員 這邊就不限制球員的類型 那戰鬥方面 1號是發球員 234為前排 156為後排 大家在開賽之前可以使用輪轉功能 來調整位置 應對不同的場合 然後主隊有一點非常重要 那就是陣容特性 陣容特性會依照舉球員 來決定整個隊伍的屬性 彼此之間有著互相克制的關係 像是快攻克制籃網 籃網克制強攻 強攻克制接球 接球克制快攻 一旦隊伍被克制的時候 優勢的那一方就會提升30%的威力 這是越戰高分玩家的重點 各位如果遇到卡關的話 記得一定要看一下舉球員屬性 接著羈絆的部分有分成學校跟球員 那這個是可以同時發動的 所以大家在組隊的時候 也可以盡量往這個方向去搭配 最後一個系統是應援 這點真的非常不錯 畢竟有人幫忙加油 鬥智就會更旺盛嘛 簡單來說就是額外提升屬性就對了 至於獲取方式基本上就是要用抽的 OK接下來就是重頭戲戰鬥玩法 我們會先從發球開始 選擇自己想要進攻的位置 接著需要瞄準好才能提升威力與命中 這邊要注意的是 有時間限制 不過就算按到Bed 也還是可以成功發球 其實威力就沒有那麼好 而且有機會出界 接著當對手接到球之後 有可能會面臨到進攻 這時我們需要選擇籃網的球員 通常這種情況下是指定籃網能力高的角色 但這遊戲有體力機制 任何行動都會減少體力 萬一耗損的太嚴重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選擇人選的時候就必須考量一下 當然進攻的時候也是由我們選擇 主角的攻擊人員 而且部分角色還在搭配動畫呈現 整體來說戰鬥是著重在觀念戰術上面 並不是那種需要考驗技巧的類型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不過每局的比分通常是抓3-5分而已 而且常常是BO-1的單局賽制 所以比賽時間比較短 但考量到一局如果純手動要打滿分數 甚至是同分延長的情況下 有可能要有10幾分鐘才能結束 這個改動就算合理 當然遊戲裡擁有加速功能 但目前還沒有開放跳過戰鬥 不過這邊還有個棋盤自動模式 可以直接看場上的表現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挑戰 這是一般遊戲中的星數關卡 首次通關時可以獲得鑽石跟經驗值 而後續挑戰只會拿到經驗值跟金幣而已 那我們要盡可能的去完成指定的條件 因為只要達成星數的累積 就可以獲得額外獎勵 基本上挑戰就是盡量推到底就對了 最下面還有幾種不同的副本 第一個是練習賽 這個大家可以想像成是素材關卡 一樣有星級獎勵 接著是極限挑戰 這個就是典型的掛機獎勵 只要我們通關越多 可以累積的比例就越高 再來是訓練營 這個就比較算是PVP的範圍 每輪會出現九名對手 進攻的時候會消耗挑戰券 這個也可以透過練習賽取得 重點只要打到累積的勝場條件 就會獲得額外獎勵 萬一對手太強的話 也可以選擇換一批 但勝場的累積就會重新計算 所以各位在挑戰的時候 建議先看清楚再打 確定沒有辦法全部打贏 就可以考慮換掉 接著巔峰挑戰賽 這邊就是真正的PVP 一個賽季是一個月 不過每天都會有任務 並且確認排名獎勵 打贏對手的時候會獲得積分 而防守失敗則是扣分 反正就是很常見的競技場賽制 最後特性試煉一樣是獎勵關卡 賽制為BO3類型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盡量用克制隊伍去戰鬥就好 副本介紹完之後 接下來的系統都比較輕鬆 像是放學後就是趣味遊戲大集合 休閒一課的部分要玩小型排球 我們要操縱小烏鴉翔陽跟隱山對戰 重點每個禮拜還有積分獎勵 所以一定要記得打滿 而答題測驗就真的是問答遊戲 內容的部分基本上只要有把動畫看完 應該都可以滿分通關 最後鍛鍊就類似大富翁 我們必須在行動次數裡面走到終點才行 而地圖車場這些格子就會對應著獎勵與懲罰 重點到達終點時如果還有移動次數 也可以選擇繼續行動 所以只要以走到終點為目標就好 再來要介紹的故事就是主線劇情 重點的部分該有的都有 各位可以在這裡把劇情再複習一次 順便拿通關獎勵 至於沒有看過動漫的觀眾們 真的建議你們一定要去看 接著集訓基地 這邊可以隨著自己的喜好 繼續調整房間裡的白色 加劇的部分會影響舒適度 只要舒適度越高就能越快恢復精力 因為在這裡我們可以選擇角色來增加掛機資源 但這時候就會消耗好精力值 反正各位就是把這裡當成娃娃屋就對了 接下來互動方面 遊戲裡有社團系統 除了你們是獨行玩家 不想跟其他人交流 我也會建議你們一定要加入 因為這裡面所有活動都可以領取資源 第一個是社團許願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請人家送角色碎片給你 而且送碎片的那個人也會獲得獎勵 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接著福利就真的是福利 每天都有獎勵可以領取 而且每個禮拜還依照貢獻度給予一次結算獎勵 所以要盡可能的參加活動 再來是交流會 我們在挑戰關卡的時候 就有機會獲得錄影光碟 然後每週一到週四都可以繳交錄影 當符合需要的數量之後 社長就可以開啟交流會 讓所有人獲得一份獎勵 這也是獲取貢獻度的中央管道 而且光碟也只能用在這裡而已 所以千萬不要捨不得交 最終是社團豪強賽 簡單來說就是公會戰 我們要不斷的去挑戰分數 因為他沒有限制次數 而且比賽中任何動作都會加分 所以替換球員的時機 會是高分的一個重點 當然最重要的是 這邊會有個人跟團體獎勵 所以加入社團基本上只有好處而已 建議大家一定要參加 那系統的部分差不多就是這些 所以我球員的獲取基本上幾乎要靠招募才行 不過優點是目前出的特殊招募UP結束之後 幾乎都會進去大眾池 所以早晚都有機會可以拿到 不過SSR日下目前還沒有進去 真的喜歡的話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至於應援的部分會有每日免費可以抽 所以一定可以拿到應援角色 只是有時候會出付費限定 這個就一定要花到錢 結束後也不會進去大眾池 最後角色的培養分成好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成長 也就是最基本的等級提升 只要把經驗值灌給角色就OK了 所以經驗值的獲取就是各種關卡都會給 但要注意的是中期開始就會很缺 因為角色每20等都需要升星來提升等級上限 像是二星要升到三星就必須消耗兩個二星球員 不過這個非常簡單 因為所有的初始角色都是二星 但三星到四星必須消耗三個三星球員 所以我們就要把支援灌到第一階角色身上 因此經驗值的部分會長期不夠用 接著是訓練 這可以消耗支援來提升角色的基礎能力值 但最重要的還是開啟特殊被動 不過支援的部分很簡單 只要透過練齊賽就可以取得所以不用擔心 但接下來技能升級方面就非常困難了 這邊需要重複角色才能提升等級 而且提升的技能是隨機的 無法指定所以非常花錢 當然無課玩家們也可以透過道具 長高牛奶來提升 但這個道具很難拿到 而且共鳴等級還可以提升基礎能力值跟特殊效果 所以這邊是比較屬於課長的範圍 最後是潛能系統 這個有玩過灌籃高手 或是黑子籃球的玩家們應該都知道 不過排球少年的優點是潛能可以通過練習賽取得 並不用抽取 反正簡單來說 各位可以直接理解成裝備的意思 這邊的話 等開服開放之後 我應該會製作相關的搭配攻略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期待一下 那整體來說 排球少年Fry High的遊戲介紹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 最後補充一下 目前這款遊戲開放的角色還沒有很多 以學校來說真正能玩的只有 烏野、清晨、英居、伊達宮 這四個而已 那這部影片就到此結束 還有問題的話都歡迎留言給我 或許推哥哥我們下部影片見 5の影片見え 2018年初初一位的影片見面 很幸運的 是 有心目的 電影 我們下部影片見面 幾個未知 部分 我們下部影片見面 影片見面 落身 影片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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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